1953年4月26日 在数百名记者的注视下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的谈判 一个人孤独的坐在他的总统府里 郁郁寡欢 虽然很多人形容李成晚政府 是美国人的傀儡政府 可现在朝鲜战争打了将近三年 如果就这么收场 李成晚实在心有不甘 他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破坏和谈 在李成晚的缩事下 南朝鲜政府开始高叫 反对任何妥协 建军压禄江 单独打下去的口号 同时汉城釜山出现了 大规模的反对停战的群众示威游行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南朝鲜政府谈判代表 在李成晚的授意下 竟然单独退出了谈判 艾森豪瓦尔没有想到 李成晚会对停战谈判态度如此强硬 他马上给李成晚发现了一份集电 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 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了困境 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 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 用鲜血和勇胆 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这个时候的李成晚会听艾森豪瓦尔的话吗 答案是No 6月17日李成晚做了一件更加疯狂的事情 1953年6月17日夜晚 李成晚在苍山 马山 府山 上武台四个战俘营 以就地释放为名 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对付人员2.7万余人 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行编到南朝鲜军队中去 这个闹剧一出 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各国舆论一致大骂李成晚为出卖和平的叛徒 不负责任的乖利小人 连丘吉尔也向李成晚提出强烈抗议 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 所有人都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 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妥善的处理 6月19日 金日成彭德怀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这是韩剑的影音剑 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 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 如果不能 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成晚集团在内 如果不包括李成晚集团在内 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此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一方面四处解释 释放俘虏与美国无关 一方面受益中情局马上拟定针对李成晚的暗杀和政变计划 而就在19号同一天 毛主席在中南海和朱德交谈朝鲜战争的形势 说起李成晚最近一系列的动作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 鉴于这种形式 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 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 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于是第二天6月20日 彭德怀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 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 推迟至何时事宜 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 再歼灭南朝鲜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在这份电报的结尾还有这样一句话 马上就打越早越好 看来志愿军即将对李成晚的南朝鲜军发起一场大型战役 此时的朝鲜战场 双方对阵于三八线附近的金城地区 金城以南的这些南朝鲜军防区 形成了一个突入志愿军防线的弧形战线 如果将主战场设置在这里 从三面对敌人进行攻击 获胜率几乎为百分之百 6月21日 彭德怀在位于朝鲜桂仓山洞中的 志愿军司令部里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 在金城以南 衙审礼 到北汉江间 22公里地段上实施进攻 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 歼灭当面南朝鲜军 八个团零一个营为战役目的 7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 7月10日发起总攻 因为这次战役是在金城地区实施的 因此彭德怀将这次战役命名为 金城战役 战役部署讨论完后 该交给谁来实施呢 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九兵团司令员王健安 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 都互不相让 大家都想打好这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 最后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德志说话了 他说 这次任务 大家都不要争了 我看 有二十兵团的杨勇 来打这一仗最合适 杨德志点将杨勇的理由很简单 当时二十兵团下下 一共有二十一 五十四 六十 六十七 六十八 五个军 其中六十和六十七军 在金城正面和南朝鲜军对峙 其余的三个军稍微向天移动 就能迅速支援 金城战场 对南朝鲜军发起猛烈攻击 最后 彭老总采纳了杨德志的建议 金城反击战 由二十兵团杨勇来完成 杨勇会怎样布局朝鲜战场 这么最后一战 为何同时起用五个军的计划 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由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李承晚四处捣乱 阻挠停弹谈判 毛主席决定 给李承晚一点颜色看看 在金城这个地方 发起金城反击战 金城反击战的任务 交给了志愿军二十兵团的杨勇 那么这个杨勇是谁呢 杨勇将军 当时刚满四十岁 他一九三零年二月 参加中国攻击红军 先后参加过突破湘江 平行关大捷 连山战斗等著名战役 美军军事对杨勇是这样的评价 长明攻坚屡立战功 杨勇是一九五三年四月 被派到朝鲜 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的 没来两个月 志愿军司令部领导 就将金城反击战的重任 交给了他 杨勇此时的心情 别提多高兴 杨勇 马不停蹄地赶回二十兵团司令部 马上召开作战会议 他对手下的军长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一场大战 必须仔细研究金城地区的地形地貌 与守军的特点 知己知彼后 再制定作战计划 在志愿军的作战地图上 金城地区 西起崖城里 东至北汉江 这里大多是一手南攻的连绵山地 山上由敌军已修了两年的大量钢筋水泥地宝群 坑道攻势 明暗活力点 战壕 交通壕 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环境防御体系 这里驻扎的是 全部美式装备的南朝鲜王牌部队首都师 以及南朝鲜第三第六第八师 而这其中南朝鲜首都师 从没受过志愿军的沉重打击 气焰一直非常嚣张 杨勇认为 在战场上 谁的军事力量强 谁就有力量 于是 他决定同时使用三个突击集团五个军 对京城地区发起总攻 他的想法一经提出 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因为死时的朝鲜战场上 惯用的战术是 灵敲牛皮糖氏 同时使用五个军作战 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师勇都说 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 坚敲一万 自损三千 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举棋不定的杨勇 请示彭老总 彭老总说 如果不在军事上 举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 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 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 彭老总不仅支持杨勇打大仗 而且还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这一份大礼就是火箭炮兵 高射炮兵各一个团 经过充实后的杨勇二十兵团 共有迫击炮火炮 一千零九十四门 炮弹七十余万发 坦克二十辆 军营物资一辆五万吨 形成了对比三比一的兵力优势 和一辆七比一的火炮优势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夜 一切在夜幕的掩护下 显得格外宁静 深夜十点整 杨勇的二十兵团 一千零九十四门火炮 突然万炮齐发 炮弹雨点半落在东西北汉江 西至崖城里 长达二十二公里的敌军阵地上 不到半个小时 志远军炮兵共向南朝鲜首都师 三师 六师 八师的阵地 投下整整一千九百分炮弹 惊天冻地的炮击 刚一结束 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 就指挥五个军 同时向金城地区 四个南朝鲜市 发起了排山倒海的猛攻 二十兵团的前任司令员 是郑维山 他带领二十兵团 在朝鲜战场上战功显赫 杨勇作为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 自然不甘屈居下风 他一出手就是重突袭 二十兵团只用一个小时 就将南朝鲜军阵地冲击得七龙八路 闪电和炮火的亮光 不时映照出一群群支援军士兵 奉勇冲杀的身影 敌军战线被全面突破 这其中也包括南朝鲜陆军第一王牌 南朝鲜首都师 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 是南朝鲜军队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 绰号白虎团 可就是这个白虎团 在金城战役中 却栽在了志愿军 一个十二人的侦察小分队手里 志愿军的这十二个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一个仅仅十二人的小分队 调整了一个王牌团的指挥部 力量的悬殊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革命现代京剧 齐席白虎团的宣传海报 在这部剧中 我志愿军侦察排长袁伟才 率领一支侦察队 化妆成南朝鲜军 机智地冲破敌人的道道关卡 插入敌人心脏 捣毁了白虎团团部 魏我军全线反击 创造了条件 那么真实的历史 又是怎样的呢 齐席白虎团中 颜伟才的原型就是他 杨玉才 当时他是志愿军 六十八军 二零三师六零七团 侦察连的副排长 金城战役打响后 二零三师师长提出 兵刑险招 擎贼 先擎王 必须马上派一个小分队 化妆成南朝险军 在大部队突破高地之前 迅速向敌人纵身穿插 目的只有一个 消灭位于二清洞的南朝险军 白虎团 南部 白虎团就是南朝险首都师第一团 享有南朝险国军主力的美名 南朝险总统李承晚 曾经亲自为这个团授予虎头旗 因而得名白虎团 7月13日 当市长将任务下达给 当时外号为小诸葛的杨玉才时 杨玉才坚定地回答道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要倒掉白虎团团部 他马上挑选了12名优秀侦察兵 换上南朝险军军服 背上电台 带着一个朝险巷子就出发了 一路上 胆大心细的杨玉才 身穿美军军官服 充当美军顾问 走在小分队最前面 当碰上南朝险巡逻队时 美军顾问杨玉才便主动上前 用自己也听不懂的英语 吉里呱啦地向南朝险军士兵喊话 从而蒙混过关 14日凌晨2点 志愿军小分队 靠近了一个 看上去就像是敌军指挥所的地方 只是奇怪的是 敌人10多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 将这个指挥所围的是严严实实 杨玉才猜想 这里就应该是白虎团团部 正当杨玉才思考 该用什么方法混进去时 一个人出现了 这个人是一名南朝险上尾军官 他自己也没弄明白 就心里糊涂地撞进志愿军的队伍中 被志愿军俘虏了 这名俘虏可帮了大忙 带着12名志愿军官兵 大摇大摆地通过了防护圈 一路畅通无阻 混进白虎团团部后 杨玉才将小分队分为三个小组 分头行动 他自己率领第三小组冲向作战室 此时的作战室灯光通明 一名志愿军战士 对准窗口投进两枚手榴弹 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 志愿军如神兵天降 打得敌军措手不及 敌机甲团团长当场毕命 其余敌军纷纷投降 只有敌副师长白虎团团长落荒而逃 临出门时 杨玉才瞅见 会议室墙边铁架子上 挂着一只呲牙咧嘴的白色虎头军旗 他冲过去 兴奋地高喊着 这就是敌人的老虎旗 他将旗子一把扯下来 系在腰上继续战斗 朝鲜战争结束后 这面白虎团团旗 就被作为战利品 放在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 供游客参观 志愿军小分队 把白虎团团团固 搅得天翻地覆 打掉了指挥所后 杨玉才一游问尽 他带着小分队 让一切干扰了团团附近的油库弹药户 爆炸声此起彼伏 熊熊烈火 硬红了天空 如此强的战斗力 让白虎团团长崔喜音找不找北了 他搞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志愿军 只得放弃投降 后来经过战场统计 这12名志愿军小分队 在一个多小时内 逼敌223人 俘虏了首都市副市长林毅纯 而志愿军不一人上网 创造了特等兵战争史上的奇迹 而杨玉才也因为战功显赫 荣立特等功 被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侦察小分队 荣立集体特等功 就在杨玉才带着他的小分队 成功骑袭白虎团后 天亮 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 看着天空 高兴地对旁人说 天助我已 云农雨大 美国飞机来不了了 之后杨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打破常规 白天进攻 七月十四日上午 二十兵团东中西三个攻击集团 一浪高过一浪 冲击南朝鲜军脆弱不亢的防线 到十四日下午 南朝鲜四个师的守军 遭到毁灭性打击 志远军将南朝鲜军 构筑了两年之久的现代化防御阵地 向内推进了九达五公里 这是在朝鲜战争中 双方在阵地战阶段推进的最高级 到这个时候 李承晚算是头脑清醒了一点 他对旁边的人喊道 赶紧向第八集团军司令 泰勒将军求援 如果他们不支援 我们就完蛋了 于是接到球员电报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泰勒 马上向东京的克拉克发起了一封电报 中共军队在十三日晚向金城防线发起了进攻 李承晚韩军不堪一击 首都师遭到毁灭性打击 接到电报 克拉克是进退两难 到底帮不帮李承晚这个不听话的老家伙呢 泰勒发的电报太简单了 前线的情况一点都不明朗 还是再等等看再说吧 克拉克依旧选择了旁观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连续两天 洋鲁二十兵团从东东西三个方向向敌人速身进攻 势头无路不可挡 起入中朝战线一年多的钉子 被干净利落地拔掉了 不但如此 志愿军兵封已直直汉城 战场态势极为有力 最终美国还是没有放弃李承晚 从七月十八日起 面对志愿军的胜利 联合国军出动了七个师 整整缓复了十天 直到七月二十七日 联合国军仅仅取得了志愿军 因对谁难以坚守 主动放弃的白岩山地区 其他志愿军阵地步入金汤 金城战役历时十五天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迅速突破 南朝鲜军四个师防守的 宽达二十五公里的坚固阵地 向南扩展阵地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 将战线拉直 毕伤伏敌五万二千多人 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志愿军用金城战役 给了李承晚一个惨痛的教训 李承晚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终于来临了 那么停战协定能顺利签下来吗 朝鲜停战谈判的背后 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请继续关注 1951年4月29日 朝鲜半岛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中朝军队没能实现既定的战役目标 志愿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被联合国军打破了 一向谨慎小心的李其威 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去了一份电报 他说 在联合国军强大的火力优势下 朝鲜战争还是有取胜的可能的 现在必须增加兵力 乘胜追击 而这个时候 刚刚打完仗的志愿军官兵们 都在政地里进行休整 5月5日 志愿军第九兵团指挥部里 兵团总司令宋世伦和指战员们 正在总结第一阶段战役的战斗得失 突然 指挥部的门被猛的推开了 通信参谋匆忙闯了进来 报告司令 至私 集电 这是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 各部队务必在5月10日前备好粮食和弹药 14日前必须集结完毕 准备发起新的进攻 看来彭老总是准备赶在李其威动手前 发动第五次战役 第二阶段的战斗 这个时候 他正位于空四洞的志愿军的司令部里 与副司令员邓华 研究着这次新的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 此时 西线的美英军助力 由于志愿军主力积极压建 已经被迫退守到汉城及汉江南岸 由南朝险军防御的联军东县阵地 这个时候被完全暴露了出来 在作战地图前 彭德怀对邓华说 我们要声通其心 先选弱的打 到东县奏力称万全 争取多歼灭伪军 让美国人孤掌难民 随后邓华便拟定出了这次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 此次作战计划是这样 调集志愿军第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去东县 集中力量 歼灭县县米地区的南朝险第三兵团所辖第三第五第九第十一师 中路的志愿军第三兵团隔离美军与南朝险军队的联系 阻击美军第十军团向东增援 西路的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牵制单面之敌配合东县作战 一定要把动静给闹大点 达到深冬七夕的效果 此次战役的目的 消灭敌人几个师 夺回战场主动权 正当彭德怀运筹帷幄之时 他的对手李其威 也接到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来的 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 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率先提出出兵朝鲜的杜鲁门 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了呢 此时的美国国内 已经争斗得不可开交 美国民众对于 久久不能获胜的朝鲜战场 充满了失望 美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不来不利 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 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杜鲁门不得不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李其威接到了命令以后 心里是异常矛盾 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 胜负还未分出 如果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 那等同于白痴 可是 李其威毕竟是一个军人 他虽然心存不满 但他必须 执行命令 李其威在准备谈判的同时 留了一个心眼 他命令各个政地的美军 加强防御 同时 把分散在各处的火力 集中 以应对不测 正是李其威这个 看似漫不经心的命令 给后来进攻的志愿军 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1951年5月16日晚 中朝军队以13个军的兵力 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 此时 彭德怀专打东线南朝鲜军的战术 收到了神效 西线志愿军第19军团 仰攻汉城 吸引美军主力 中线志愿军第三军团 实行中央突破后 切断了联军东西战线联系 东线志愿军主力 采用傍晚突破 夜间向纵身穿插 天宁实现合围的方式 连续攻击五天 击溃南朝鲜军 第三军团的四个师 被击溃的南朝鲜军 分散逃入深山 志愿军缴获了南朝鲜四个师 全部的武器装备 李希薇愤怒了 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 二话不说 当场就撤销了 南朝鲜第三军团的番号 把这支部队给解散了 这对于南朝鲜军队来说 可是奇耻大如老 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支 在战场上被就地解散的军队 打垮了南朝鲜第三军团后 志愿军九兵团迅速向南猛插 经过五天的战斗之后 志愿军东线部队 向南推进到了五十到六十公里 其中第九兵团十二军 甚至冲到了三七线四间 五月二十日的夜晚 担任东线主攻的 第九兵团司令部里 司令员宋时轮 看着作战地图 紧锁着眉头 这时的他心里充满了忧虑 部队攻击得太顺利了 战线拉得太长 这绝对不是好事 宋时轮的担忧不无道理 这个时候早已不堪重负的 志愿军补及线 终于彻底断裂了 志愿军的军长师长们 现在连稀饭都喝不上 六十三军军长傅从毕 一天的粮食 就是一把从路上捡来的炒黄豆 第十九兵团 大批的战士 饿得甚至只能啃树皮和草根 很多人因此中毒身亡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 这个人们都是靠这个肩膀上 背着这点东西来讲打仗的 这个步兵还得帮炮兵背炮弹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封锁 这个是特别严密 因此后方运到前线的一点东西 再加上他的狂轰乱战 供应的本来就不多 作战的时候才有损耗 因此打到第五天第六天 就已经是清皇不接了 5月21号 已经连续战斗了五天的志愿军官兵 携带的粮食和弹药 已基本用完 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5月22号 志愿军因为缺少弹药和食物 彻底停止了攻击 彭德怀健壮 仰天常看 没办法取得更大胜 于是他下令中朝联军 全线退到了三八线伊北 进行修正 正当志愿军带着八千多名伤员 向北撤退时 联军总司令李奇威 给美第八集团军总指挥 范福里特发去了一封集电 命令范福里特 迅速杀个回马枪 5月22日 范福里特发动了迅猛的反攻 美其一师器团突击队 美二十五师德尔温装甲师队 美帝时薰纽曼金兵特遣队 这些武装到牙齿的重装甲部队 凶猛地向正在撤退的志愿军后方扑去 而在他们后面 是美军装备金粮的十三个师 联合国军的迅速反击 打了中朝军队一个措手不及 纽曼兼兵支队三个小时 就穿插了二十公里 抢占了天险屏障 张阳江北岸渡口 一举包抄道滞留在三七线附近的 志愿军二十七军十二军背后 这样一来 使中线的志愿军十五军六十军的右翼 被彻底暴露 到五月二十四日 志愿军十二军军部和下属两个师 二十七军主力和六十军的180师 都被美军挡在了三八线以南 志愿军的战役布局被完全割裂 前线的战报不断地传到了指挥部里 面对如此的战局 彭德怀心如刀脚 必须马上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五月二十四日深夜 彭德怀向前线所有参战部队发出了一道命令 上面是这样说的 各个部队留下一个军或者一个师进行阻击 其余部队全线突围 经过短暂的混乱 志愿军部队中那些久近沙场的王牌军 立刻开始了坚决的突围行动 这位升卓将军府的人叫赵兰田 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突围的时候 他是第九兵团十二军三十一师的师长 当时三十一师被孤立在了敌后 从军部失去了联系 乘着的赵兰田相信部队和自己的战斗经验 他率领师主力 堵口子 钻空子 一天夜后 三十一师安全地跳出了包围圈 之后赵兰田还派人穿过火线 给打过三七线的九十一团 传达了撤退的命令 完全陷入美军包围圈的九十一团 是一支有着光荣战斗传统的老红军部队 神通战术的团长李长林 率部先朝敌人后方的东南方向冲过去 然后秘密渡过了南汉江 之后他又率部绕道向北 六天过去 靠使野菜树皮为生的九十一团一千多名官兵 终于冲破了美军三个师的堵截 建制完整地同大部队会合 会合时 他们还带回来顺手抓的六十多个南朝鲜军服务 到五月二十七日 大部分志愿军部队 都有惊无险地溜出了美国人的包围圈 谁也没有意识到 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 瓢泊的大雨铺天盖里 电闪雷鸣 惊心动魂 刚调到南亭里志愿军后勤司令部 任司令的洪学志 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的紧急电话 你赶快回来 180师出事了 凌晨两点 洪学志赶到了志愿军司令部 彭德怀已经是满头大汗 两只眼睛熬得通红 正急得团团转 他告诉洪学志 180师现在完全失去了两个 那么这个让彭老总非常担心的180师 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 180师 1947年 由山西红彤县大队升级组建而成 是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从未遇到过特别复杂的困境 师领导基本都没有单独指挥作战的经验 而全师除了干部和骨杠外 经由朝鲜前补充的 大多是远国民党军的投降士兵 180师的命运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也在凌晨三点来电询问情况 可是这个时候 任凭所有的电台发报员 拼命地搜寻180师的行径信号 回答他们的 始终是沉默 而彭德怀 除了电令还在三八线以南 打阻击的181师和45师 反声去解180之为 别无选择 那么180师到底怎么办 让我们把始终拨回到1951年 5月26日的下午6点 5月26日 已经到来整整六天六夜的180师 突然接到军部命令 要求他们马上突围 与此同时 180师又接到了三兵团命令 要求在转移中 妥善安置好伤员 此时的180师 伤员有一千多人 该如何进行妥善转移伤员 又能成功突围呢 南下决心的师领导 为此开了一天会 也就是这关键的一天 让180师遗误了最佳突围时间 我们看到的 坦克 装甲车 步兵 摸摸车 拿着炮 榴弹炮 就在公寓上 不断往北边去 我们在以后 发现被敌人包围后 师长郑奇贵 慌乱中指示部队 赶紧销毁密码 破坏电台 也就是这道命令 让之后的所有志愿军电台 都找不到了180师的踪影 之后 师长郑奇贵 选择了分散突围的方式 也就是这个决定 直接导致180师的一万多名官兵 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来 剩下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 被俘人数占整个朝鲜战争中 志愿军被俘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儿 是空四洞 志愿军司令部一个伪装起来的掩壁棚 在这里 上百名志愿军的高级将领 哑雀无声 只听到彭德怀的咆哮 听说180师的师长回来了 他还有脸回来 这种人该军阀同身 该枪毙 彭德怀的吼声 震撼着松鼻 全场静的就连松针落地的声音 都能听得见 之后 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人们发现 彭德怀额上的皱纹 仿佛一夜之间加深了许多 最后他没有枪毙任何人 他明白 错误也有自己的地方 直到多年后 他写自传的时候 还在不停地反思 自己一生中的四次军事实力 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 就是其中之一 一边是武器落后 没有重活力的两万勇士 一边是装备精良 引装到牙齿的六万汉兵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1951年5月28日 美第一军和第九军 逼向了铁园 金化 平康 这一铁三角地区 铁园在朝鲜半岛中部 越过这一带的山脉 背后就是北朝鲜 北汉江流域的平原 如果让美军 轻而易举地突破铁园 那么在平原上 美军的装甲部队 将会发挥出巨大的优势 给志愿军带来致命的威胁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 作战地图前 彭德怀沉默了许久 之后他对旁边的邓华说 只有让63军死守铁园了 哪怕是把63军给拼光了 也在所不惜 两个小时后 63军军长傅从毕 收到了一封集电 电报的内容是这样 在25公里宽的铁园地带 63军必须死守15天 让敌不能前进 当时刚刚35岁的军长傅从毕 拿着电报 看了看刚刚打完 阻击战的部队 整个军 目前只剩下了不到 两万人 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 是拥有500辆坦克 1600门火炮的6万美军的精锐部队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残酷的任务 这是一场立场惨烈和奔撞的战斗 美军用大权坦克开路 像城墙一样压向志愿军阵地 因为缺乏反坦克武器 志愿军官兵只好以血肉之躯 运衣搏斗 把美军挡在了正地前 整整八天 最后正地上只剩下了八名战士 他们打光了所有的子弹以后 跳下了悬崖 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整整打了十三天 彭德怀用六十三军 以鲜血换来的时间 在铁园后方建立了三道防线 志愿军终于站稳了脚跟 当六十三军完成任务 撤下阵地时 许多战士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 和一支弹层空空的步枪 六月十号 彭德怀亲自赶来看望六十三军的勇士 他眼睛湿润地说 祖国感谢你们 我彭德怀感谢你们 六十三军的将士们 用哽咽的声音喊 祖国万岁 也就在这一天 美军因为承受不起进攻中的伤亡代价 他们停止了进攻 转入防御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 毛泽东和彭德怀一直痛心不已 在认清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装备差异之后 毛泽东确定了朝鲜战争持久作战 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那是中国军队真正认识到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性 但是经过四次战役五次战役证明 你这个劣势装备 真于这个高度现代化的敌人打 那还是不行的 因此呢 这个五次战役结束之后 当时通过这个大量的装备 苏联比较好的武器装备 志愿军实现了换装 武器装备也大大的改善了 后来呢 才能落在这个朝鲜中部地区 同敌人形成相斥 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 这是一场我军伤亡巨大 一场惨烈的战斗 狭小的铁园 曾经被美军的营固汽油弹 移为了平地 如今在铁园的西南 还有一大片的土地上 根本就看不见年岁比较久远的大树 这里就是志愿军一万七千多名战士 血洒疆场的地方 这也是彭德怀心里 永远的伤心之主 1950年10月1日 新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国情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型阅兵仪式 当步兵授约后 中国人民空军28架授约飞机 从广场上飞步 广场上的人们一片坠头 然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官礼的毛泽东主席 此时神情却显得有些凝重 因为就在同一天迈克阿瑟在东京通过广播 向朝鲜人民军的总指挥金日成 发出了投降敦促书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7月19日 美国总统杜鲁曼宣布美国参战 9月15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率领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 朝鲜半岛局势迅速误化 9月23日 金日成被迫下达了所有部队 向三八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9月30日 南朝鲜军陆续越过三八线 战火迅速烧到了鸭绿江边 10月4日 一封紧急信件被送进了北京中南海 这是金日成写给毛泽东的 信上说 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 与此同时 金日成还在信中说 要保障我们的运输 供给以及部队的机动力 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 金日成为什么会着重提到这个空军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北朝鲜的天空 已经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空中乐园了 朱里奥杜黑 广东空军拥有9个航空大队 作战飞机1100余下 飞行员大部分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行时间都在1000小时以上 他们自称自己是喝过成千上万吨柴油 飞过上千小时的空中老油条 相比之下的中国空军实在是太智能 极有新建的两个尖机航空兵师和一个轰炸集团 一个强击集团 作战飞机总共只有114架 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只飞了20多个小时 他们没有任何空中作战的经验 你没有空军没有海军 或者说有名义上的空军和名义上的海军 应该说在入朝作战之前 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袖人物 对于制空权的重要性已经有充分的认识了 其实早在1950年的7月 也就是美国宣布参加朝鲜战争后不久 周恩来就曾经找过苏联大使罗生 说我们中国做好了准备 考虑建立东北边防军 可是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够帮一个忙啊 帮什么忙啊 如果到了我们要出动那一天的话 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 掩护我方作战 与中国相比 苏联空军实力雄厚 不仅他们的飞行员经历了二战时期 与德国纳粹党欧战 而且新研究出来的抨击式战斗机米格系列 使得当时苏联空军的战斗力世界一零 所以理所当然 我们要组建空军 靠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没有航空工业 没有自己的航销 经济实力又不行 你只能去靠外援 你要找外援 当时也只能找苏联 1950年7月底的一天 一封电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这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来的电报 在这个电报上 斯大林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那就是如果中国出兵朝鲜 苏联将派空军支援 斯大林做出了承诺 之后随着战局的不断升级 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签署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委任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同一天 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很快第一批准备入朝作战的 十二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鸭绿江边集结完毕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斯大林便挂了 斯大林打了个马路人 他说啊 这个陆军准备呢比较方便 你抗几枪打个背包就走了 空军准备技术军比较强 所以这样子你们先去 你们陆军先出动 我们两个月 最迟两个半月以后 我们的空军就可以出动 奇怪了 为什么当初说的好好的 斯大林又出尔反尔了呢 斯大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防御性的 他不想主动出击 另外他也没有力量跟美国对抗 因为当时苏联实力还是很虚弱的 就整个国力和军力来比 苏联是不能跟美国比的 所以他不愿意跟美国发生直接的冲动 引起双方的战争 10月18日北京中南海 一场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一在做 他们神情营重 因为这个军事会议讨论的焦点就是 如果苏联空军不参战 中国是否还要出兵朝鲜 正当大家众说纷纭时 毛主席站起来说 不要再对苏联空军掩护我们抱什么希望了 我们务必先走 没有空中支援 也要出兵 10月19日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攻占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都平壤 这一天的傍晚 17时30分 志愿军的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 在隆重的暮色中 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 开赴朝鲜战场 志愿军入朝宿战 首战告捷的背后 反映着怎样的隐化 苏联空军突然参战 本科与美军空军一意决高下 为何又定下条条军规 自负首脚 到底是怎样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刚刚跨过鸭绿江的彭德怀 精心部署 迅速发起了抗美援朝的第一场战役 其中在云山战斗中 取得了重创美开国援勋部队 骑兵医师的大胜利 很快朝鲜战局被稳定了下来 志愿军与美军初次过招 就把美国佬撂倒在地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彭老总心里很清楚 没有空中掩护的志愿军地面部队 能够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实属不易 因为这个时候的朝鲜天空 已经成了美国飞行员的后花园了 后花园 这片天空真的是美国人的后花园吗 11月1日 也就是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的一个礼拜 美国大兵的一次例行飞行 突凿变故 1950年的11月1日 美国空军在位于朝鲜北部 和中国相比邻的安州地区 进行一次例行轰炸任务 根据当时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报告 他们突然遭遇数价来历不明的 抨击式战斗机和密集高炮攻击 短时间内 美军两架F80式战斗机被击落 另外两架也被击伤 美国人慌了 敌人是谁 他们在哪 就在这个时候 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洛夫上将 正在对斯大林进行战况汇报 这次突袭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空军 151师 即别洛夫师 参与完成的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空军 怎么会出现在朝鲜的上空呢 10月25号真的跟美国发生了战斗以后 斯大林立刻改变了主意 10月29号 苏联军事顾问就通知了周恩兰 说斯大林同志已经来电 同意苏联空军出动 而且可以越过亚洲江 斯大林的态度 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这还得从10月19日 中国出兵朝鲜的那一天说起 19日夜晚 斯大林得知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出兵朝鲜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 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他连声说道 还是中国通知好 还是中国通知好啊 他马上下令 苏联空军迅速参战 斯大林不能对中国顶着巨大压力 出兵朝鲜的行动无动于衷 于是他也顶着美国可能发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派出了苏联空军 朝鲜战争是发生在冷战 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那么冷战这个背景呢 实际上就是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集团 和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集团 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 以及美国为首义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什么语言到飞机上的空军标志一应俱全 全部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呢 苏联尽管出动空军参加朝鲜战争 但它的入朝行动是绝对机密的 它要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 为此苏军参战人员 一律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 作战飞机全部涂改成志愿军空军标志 为防止飞行员被美军击落成为俘虏 还规定苏联飞行员不准在海面飞行 不准进入距离战策100公里以外的地区 不准攻击美国海军舰艇 但是近年之后呢 那规定的很多呢 他们要他们说中国话 不要再说收敛话 拿到这些军归后的一个星期 苏军飞行员佩利亚和同伴一起聊天 他说 从心理学上来说 在激烈的战斗中 既要考虑这样那样的禁令 还要使用一种你不熟悉的语言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于是这些被称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俄罗斯族的飞行员们 不再理睬这条禁令了 之后莫斯科也只好默认了这些飞行员的做法 可是在这些军归中有一条是人人必须遵守的 那就是不管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 都不许到敌战区的上空作战 因为敌战区上空作战 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果 你被击落以后 这个飞机就掉在敌战区 那么飞行员跳伞也好 或者是飞机坠落残骸也好 就会被美国人发现 那么就会引起美国 对这个苏联的这个抗议 或者一些敌对的行动 空军不许打过三八线 这种限制给中朝地面部队之后的战役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950年11月7日 志愿军迅速发起了第二场战役 其中东县的长津湖战役打得尤其惨烈 被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时轮 率领的第九兵团 对美军海军陆战第一师 成功地实施了战略包围 可是总攻发起后 美陆战医师实施突围 为了配合突围行动 美军调动了大批轰炸机与歼击击 甚至连四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都出动 我第一次看那个飞机 皮革后这个大门一开 下来踢去了 我其实都叫飞机 就翻三个城市 高冬地 那就是全没有 从空中到地域 强大的火力 使得美共战医师杀开了一条血路 主力成功冲出了地球兵团的包围圈 可以这么讲 要是他那时候没有空军的话 没有空中力量的话 这是肯定不容易吃 面对紧迫战局 中国飞鹰即将展示上天 没有时间 没有经验 中国空军将如何化解难题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1950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 在位于君子里的志愿军司令部里 彭德怀拿起电话 拨通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 空军只负责防御任务的限定 使得中朝地面部队进攻时 无法得到空中支援 这个时候 中国空军能否战斗 至为迫切 与此同时在北京 另一个人也在办公室里 焦急地夺着步子 这个人就是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 让刘亚楼挂帅组建空军 是毛泽东钦点的 刘亚楼曾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指挥过地面部队大兵团作战 又曾经在苏联的军事学院深造精通俄语 在毛泽东心中 他就是组建中国空军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刘亚楼有个特点 晕机 那就是上了飞机 头晕 呕吐 因此毛泽东后来就说 海军司令晕船 空军司令晕机 这就对了嘛 早在半年前 也就是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时 刘亚楼接到了毛泽东的命令 必须力争在很短的时间内 训练出一批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空军 只好跨一次成了训练飞行员的教学宗旨 一年 在航海飞了一年 就飞个简单的 飞起飞 飞落地 空军 再飞个编队 那是简单的编队 编一编 就完了 不要说是部队没有作战的经验 我那个时候当旅长 我也没打个战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空军准备全部配置 由苏联支援的喷气式战斗机 米格15 米格15 诞生于1947年 是苏联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的代表 单人坐舱 后掠翼 配37毫米机炮一门 23毫米机炮两门 火力强悍 是一种高压音速战斗机 这种最新型的战斗机 后来在朝鲜的上空 让美国人大惊失色 不过这个时候还没上战场 它就让年轻的中国飞行员 领教了力 有的同志上飞机 第一次上 把这个飞机给摔了 它为什么来 它这个飞机 它一落地以后 它容易跳 等它容易跳 一边跳 眼高一边跳 就把他摔了 因为前面那个鼻子 特别软和 给摔了 即使是这样 现在也没有时间 留给志愿军飞行员训练了 经过短短二十来个小时的 适应飞行后 部队接到了 即将开拔的命令 这个时候有的飞行员 甚至连空中开炮 都没有时间练习 现在打仗是什么 怎么打炮 谁也不知道 还不清楚 说我们要打仗了 你得叫我们试试炮吧 空中打到炮吧 每一个飞机转二十发炮弹 叫我们把炮弹怎么转 怎么弄 把这个活动环打开 瞄准锯怎么用 左右转转弯 压一压 看一看这个 活动环怎么跟踪 怎么瞄准 就上上理论课 然后就我们上天了 在极度缺乏系统训练的情况下 上战场 中国空军 还没有经过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 没有练习过复杂的特技动作 甚至连跳伞逃生训练 都停留在理论讲解的层面上 飞行员们有个形象的比喻 就像陆军还没有学会力政少兮 就要冲锋杀敌 甚至连负责培训的苏联教官都认为 这是拿着机弹去碰石头 1950年11月28号上午 刘亚楼对即将出征朝鲜的空军将士们 做战前动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史 毛主义说得好啊 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 而是干起来再学习 干就是学习 之后刘亚楼向毛主席提交了 由他主持制定的空军作战方针 刘亚楼提出的既勇敢大胆 有谨慎求实的空军作战方针 不久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并做出了批示 中国空军不明则已 不必惊人 就在志愿军陆军入朝作战 一个多月后 中国空军的第一支部队 通四师正式准备开赴前线 为什么叫四师呢 刘亚楼讲 我们当初在金刚伞上 就是空四军 就没有人叫空军军 所以咱们空军呢 在陆军接触上建的 也应该叫空四师 1950年11月30日 朱德总司令在刘亚楼的陪同下 呈专列轻负辽阳 为空四师的将士们壮行 朱总司令眼神坚定地 看着飞行员 你们的任务很光荣 前方的部队在盼望着你们开赴前线 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希望你们成为战无不胜的空中英雄 为祖国争光 就这样 新中国年轻的空军 带着祖国人民的希望 踏上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而对手是世界上最为强劲的美国空军 这群中国厨英能否取得空战的开门红 撕碎美军在朝鲜天空的主宰 1951年1月的一天 朝鲜战场 美国远都空军的飞机正在接近中朝边境的新翼州上空 忽然 美军发现有几架飞机速度很快地冲入过来 让美国人惊讶的是 这种飞机不是北朝鲜所拥有的那种伴重的雅克式 而是一种呈流线型的口律翼喷气式战斗机 并且机翼上还涂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意外的空中遭遇 双方没有交火 因此没有给美国远东空军造成任何的损失 但当时一位美国飞行员说 他吓得把一整块的口香糖 咽到肚子里去了 因为美国人不知道 他们的对手是谁 1951年2月的一天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正愁云满步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他接到了太多远东空军遭遇神秘米格飞机的报告 这些飞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迈克阿瑟站了起来 他走到书柜边 顺手拿出了一本书 爱德加斯洛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中说 中国共产党人最喜欢将红色的五角星 作为各种标志和象征 难道中共的空军惨战了 面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新对手 骄傲的美国空军不屑一顾 一位美国飞行员甚至嘲弄地调侃道 难道中国人是乘着风筝 带着姑娘上天的吗 上帝啊 别开这种玩笑 美国空军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因为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这些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飞行员 那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行时间在一千小时以上 经验非常丰富 他们号称自己为空中老油条 很多美国飞行员 由于长时间在天空中吸唇氧 他们的脑门被吸突了 因此他们笑称自己为突鹰 而中国飞行员 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突进培训出来的 很多人的飞行时间只有二三十个小时 他们中的大多数连炮都没有机会开过 就投入战斗了 1950年12月的一天 也就是中国空军准备复巢参战的前一天 空四师师长方子毅 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叫到了办公室 刘亚楼很慎重地对他说 你初次作战 没有指挥经验 我给你一个紧攻咒 初级阶段 我只给你四架飞机的权力 前四架飞机没有落地 后四架飞机不能出动 那么刘亚楼是出于何种考虑 做出这样的一个规定 害怕这个指挥不灵 空中打三 就害怕自己打自己 或者自己撞自己 或者是叫敌人打下去 不灵活 所以他限制嘛 限中四极 之后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 开始了时让锻炼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让中国空军迅速提高作战水平的好办法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却遇到了一箱不道的问题 每次苏联空军都会与中国空军整齐的编队出发执行任务 可一旦发现敌机 苏联飞行员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把中国飞机甩在后面 这样一来二续 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 方子一着急了 他赶紧找到苏军的负责人 商谈协同作战的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一笑之后竟然还正正有词 苏联人说的也有道理 可咱们的空军 如何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呢 正在方子一发愁的时候 有个人找上门来了 李汉河北人 空四师下属飞行大队长 他找到方子一开口就说 师长 苏联空军一打起来就不管我们了 下次我们自己单干 能不能单干 方子一也不能决定 他马上找刘亚楼汇报 刘亚楼只说了一句话 在低强我弱的形势下 一定要打好第一仗 揭开空战之谜 刘亚楼的意思很明显 打可以 但是你得给我打赢 其实李汉河大队的其他飞行员 早就迫不及待了 虽然他们全都来自东北老航校的速成班 在喷气式飞机上的飞行时间 不过数十小时 但他们是一群血性男儿 看见美军空军对志愿军部队狂轰乱炸 早就想冲上云霄 与对手一决高下 很快机会来了 1951年1月21日 雷达发现 20架敌机 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 企图对青川江大桥 进行轰炸 青川江大桥 是朝鲜境内八大铁路桥梁中 最长的一座桥 它位于朝鲜西北 是满府平壤铁路线上的必经之路 志愿军所需的武器吉仰 都是通过这里不分昼夜的运往前线的 因此被称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生命线 也正因如此 青川江大桥是美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保卫大桥不容有失 1月21日 师长方子用激动的有些颤抖的声音 发出了指令 28大队八机出动 8机 这是他请示的刘亚楼后 指挥出动飞机的最大权限 这8架飞机 对正的是美军20架F-84 F-84战斗机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出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 也是美国第一种能运载战术核武器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朝鲜战争中 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的通报 敌机就在你们附近 发现目标 立即攻击 紧接着 李汉 也听到了三号机的报告 左前方下侧发现敌机 空战不再抽象 他从客堂 从训练场突然就来到了眼前 李汉使劲儿吼了一声 扔掉副油箱全体攻击 6架米合机迎头扑过去 李汉猛推操纵杆 向美军机群出去 由于动作过猛 竟然一下子从美机编队中间冲了过去 F-84机群没有料到这样的意外攻击 连忙丢掉炸弹 凭着熟练的技术 抢占高度 拉开架势 准备反击 李汉的这一技猛冲 把对方的编队冲乱了 可是我们自己的编队也乱了 我们的飞行员全都变成了各自为战 面对面 头对头的跟对手干上 在美国飞行员的眼里 这是一种从来都没见过的战术 有的米格机从自己的机头拳一飞而过 有的米格机几乎要撞到自己的机翼上了 青川江的上空 一时间炸开了锅 一番乱战 李汉的瞄准镜紧紧套住了一架美机 追到距离三百米左右时 他按下了按钮 瞬间美机像断了线的风筝 歪歪斜斜的向南飘去 战斗结束 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之后经专家判定 李汉机身F-84飞机一架 中国人民空军的空战史就这样翻开了第一页 一名当时参战的美国飞行员后来回忆说 我们费了很多功夫研究一个问题 中共的飞机究竟是用了什么战术 研究了很久 终于明白原来中共的飞机没有战术 讲起来第一次从美军空战的时候 当时来讲他真是说 空中战术几乎不懂什么 知道的就是英勇顽强 上去之后来讲 逼劲逼劲来讲就开火 那真是把美国兵员下入亡 那么在美国人看来 这战术没有这么大 这有点空中拼刺刀的味道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第一次空战 年轻的中国空军 机商一架美军飞机 这大大提升了中国飞行员的信心 不甘心失败的美国空军 仅仅两天后 又集结了73架战机 卷土出发 美军33架F-84空炸机 在40架F-80战斗机的掩护下 准备袭击新翼州的中国空军机场 F-80流星式战斗机 是二战后美国投入实战的 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 F-80的最大外观特征是 在机翼的一梢挂有一对流线型附油箱 因此F-80被志愿军系称为油挑子 那真是铁着那个树头走 咱们也觉得那个树有点怕 F-80战斗机在朝鲜战争初期 基本没有对手 因此它在朝鲜的天空 不如无人之境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它 李汉率领飞行员们准备开始反击 狡猾的F-80似乎嗅到了什么 马上撤退 李汉率队追击到新翼州上空 和苏联空军一起 与73将美机展开了激战 空战打了半个多小时 未分出胜负 双方也没有太大的伤亡 战斗结束后 中国年轻的空军将士们 意犹未尽 他们太渴望能有一次 真正的空中格斗了 一个星期后 机会又来 1951年1月29日下午1点34分 志愿军雷达发现一批敌机 在定州安州上空活动 李汉率两个中队 共八架飞机升空引敌 起飞六分钟后 地面指挥员提醒李汉注意 敌机就在左前方 飞行员们也看到 共有16架美军飞机分座两层 正在向对面交通前 龙酸攻击 聪明的李汉这一次 没有急着下令攻击 而是决定乘敌不备 集中攻击上层的八架美军飞机 可就在这个时候 对手似乎也发现了我方的鸡群 李汉在无线电里 吼出了自己的命令 投资油箱 一中队攻击 二中队掩护 中国掌机马上右转120度 朝着八架美机飞过去 在双方身距不到一千米时 美军掌机害怕迎头相撞 急忙向右转弯进行避让 机会来了 李汉死死地咬住了三号遗机 对方见识不妙 掉头朝海上飞去 绝不能让他跑了 在战友的掩护下 李汉稳稳地瞄准这架美军飞机 800米 600米 400米 试机 对李汉击中的飞机凌空放炸 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打落美军飞机 消息传回国内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 空军守仗胜利 政治已远远超过军事已 之后在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的 这个面积65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银子的米格15战斗机 时刻瞄准着进入这一空域的美军飞机 美国空军流测打击 他们开始认识它 他们面对的是掌握着米格15这个神秘武器的可怕对手 因此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土匪大队把这块序称为米格走廊 米格走廊让美军飞机闻风丧淡 当时美国空军军营内有一块牌子 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200公里 以时刻提醒每一位飞行员 中国空军对战美国空军 一次喷气式飞机的大搏斗 双方看家的王牌战机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天空 将会上演一场怎样的空中搏斗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年轻的中国空军驾驶着米格15战斗机 在朝鲜的天空越战越勇 美军的F80 F84都一一地败下阵来 于是为了对付米格15 美军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机型F86战斗机 F86配刀式战斗机 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后略翼喷气式战斗机 机上装备了先进的雷达 居然灵活的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 被老美称为不可战胜的战机 米格15彼此是很现金的一个飞机了 当时来说它和F86相当各有各的优势各有 这边的原飞机是当时抗路员潮流 双方都是主力的飞机 米格15和F86这对老运驾的主要差别 体现在火力系统上 米格15有三门机炮 口径分别为37 23 23 23毫米 而F86则是装了六停口径为12.7毫米的机枪 可以上梯跑逼 那确定是烈石 烈石啊 我这个时候一跑就把那个比名了 另外米格15的爬升性能出众 垂直机动性能非常优异 但在水平盘旋 俯充加速性和作战碰境上不如F86 可以说F86退刀式战斗机 是志愿军空军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劲敌 1951年8月 美军对朝鲜北部发动了绞杀战 即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 它的目的就是彻底的切断 中朝地面部队的攻击线 9月25日 美军112架大型混合机群 浩浩荡荡 直扑青川江上的新安州大 新安州大桥 是志愿军的交通咽喉要道 后方的军用物资 粮食 药品 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运往前线 是敌武双方的争夺焦点 志愿军空四师 出动米格战机三十二下 同时苏联友军已出动百余架战机 誓死保卫大桥 交战双方 投入战斗机数量超过两百余架 一场世界空战史上 规模最大的 吞气式飞机空中格斗即将开始 李永泰 我们中国的朝鲜族人 当年才刚刚二十出头 别看他那么年轻 在解放战争中 他曾经获得过战斗英雄的称号 后来他被挑选当上了飞行员 有人曾经问他 驾机上天什么感觉 他笑着说 比在地面上面钻这个铁丝网 送炸药包 好像还容易点 就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在九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驾驶着掌机带领中国空军 与美国飞机展开了 殊死搏斗 接近新安州时 李永泰率领的一个编队 发现美军F-84机群在低空盘旋 中国空军马上加大油门 冲向敌击 正当李永泰准备射击时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飞机 猛烈地抖了一下 他朝两边看去 发现自己的机翼 已经被打穿了好几个铺路 他的周围有四架F-86 轮方向他开 李永泰的战机独处重挡 此时的他凭借着过人的胆量 继续战斗 此战 中国空军在苏联友军的完美配合下 将美军的混合机群成功驱逐 战斗结束后 李永泰驾驶战机安全飞回了基地 回到基地以后 人们一统计 李永泰的战机 56处赴上 在场的苏联人翘着大拇指说 每次都投入战机200多架 朝鲜的天空被打得昏天黑地 空军英雄把龙帝一分钟内 揭露了两架敌击 之后 用单枪提马 与14架敌击战斗 人们一组逃命外 别无其他的办法 1951年11月2日 当毛泽东看到了空军陈颂的 关于第四师作战情况的报告后批示 空四师奋勇作战 胜好胜位 从机上美机到击落美机 再到大规模的空中作战 初出茅庐的中国空军 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坚持而有力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 威蓝中将曾经说 中国空军一直是一个名 他们好像在冥冥之中 似有神主 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事情不可思议 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空军取得的成绩 都是勇气与鲜血铸就的 率先出征的空四师 圆满完成任务后 被调往国内修整 空三师 空八师等部队 开始轮番地开赴前线 他们能够再续空四师的辉煌吗 年轻的中国空军 还会继续翱翔在朝鲜的天空上吗 1951年6月10日 朝鲜战场上最为惨烈的 第五次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 中朝联军共减员8.5万多人 一个极限相等的伤亡比例 让美国人害怕了 让联泽国军害怕了 拥有先进英雄武器装备的美军 和缺枪少炮的志愿军 只打了个平手 再打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美国提出 用和谈来解决朝鲜问题 这是和谈时美方代表团的照片 中间的这位 就是美方的代表乔埃中将 谈判时他经常粗暴地打断中方翻译 表现出对中朝联军的不屑与傲慢 他甚至说 三八限制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对比 并没有反映美方海军和空军的优势 分界线应该划在鸭路江边 他的想法自然遭到了中朝方面代表的严厉斥责 和谈的同时 美军不断地对朝鲜北部进行轰炸 妄图用武力对中朝双方施加压力 该好好教习教训 这群美国大兵呢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志愿军陆军与空军的联合登陆行动 开始 大河岛和小河岛 位于北朝鲜西海岸 距离鸭路江口不过七十公里 这两个岛上 盘踞着南朝鲜军和美军的情报机关人员 一千两百余名 他们日夜监视着中朝部队的动向 他们将搜集到的情报 源源不断地传给联合国军 这种大小河岛的存在 用当时的比喻来讲 是插在志愿军背后的一把尖刀 1951年10月 在志愿军司令部里 正在召开一场会议 彭德怀用异常坚决的态度说 大小河岛是敌人安插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颗钉子 必须拔掉它 几天后 刚刚圆满完成了国庆周年大阅兵的 中国人民空军第八师师长吴凯 他接到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给他的作战命令 迅速开赴朝鲜前线 与志愿军第五十军地面部队协调配合 进行攻占大小河岛行动 当时的空巴士 主要装备的是图二型轰炸机 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产的中型轰炸机 航速可达每小时520公里 最大载弹量为三吨 最大航程为两千公里 这次作战任务 采用的是空中打击和地面部队相配合的战术 这对空巴士来说 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我人民空军第一次使用轰炸机 第一次去到外国军队阵地上去轰炸 这是第一 所以我们这个大队的成员是第一次实战 都是第一 轰炸机在实战中承担对地轰炸的任务 由于携弹量大 飞行距离远 因此轰炸机的灵活性相当差 所以在执行任务时 轰炸机需要尖机机编队来护航 要完成护航和轰炸 就必须在空中完成两种机群的编队 这对刚刚组建 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空军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挑战 根据制定的作战计划 空89架图二型轰炸机 将组成品质型的编队 对大小河岛上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 这个轰炸机执行任务 是突击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子 所以在我们起飞的时候 不准许用无线电下令 打信号弹 打信号弹三个行动弹一打 你就起飞 11月6日下午14点35分 恐怕是9架图二型轰炸机 在沈阳浑豚机场腾空而起 40分钟后 负责护航的16架 拉11活塞式尖机机 从凤城机场赶来加入了编队 庞大的混合机群浩浩荡荡飞过鸭路江 飞向大河岛 15点39分 轰炸机群飞临大河岛上空 飞行员们按计划 将一颗颗中磅炸弹准确地投降目标 美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年轻的中国空军会使用轰炸机 来轰炸大小河岛 恐怕是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 头弹81枚 命中71枚 命中率高达88% 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 美国政府一片哗然 第二天 美联系 万名播出 胜利执行任务归来 参战的飞行员们 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可是那些 没上战场的飞行员中 有一个人的心里 开始有想法 杨大方 他当时是空巴士24团的飞行员 看见战友们凯旋 他心里开始着急了 大家同时来的朝鲜 为什么这个任务就轮不到我的头上呢 当晚 杨大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宁当好汉 绝不当 闹熊 这是杨大方日记的影印件 在他的心中 军人的荣誉 比生命更重要 渴望能够飞上蓝天 当英雄的杨大方 没等多长的时间 11月30日 他所在的大队 接到命令 再度轰炸大河岛 把这个冰子全部拔掉 但是给我们的任务呢 它是比较小的 打他这个指挥手 因为我们陆军要登陆 把指挥手打掉 我们不是登陆就方便一些 根据部署 空八十的轰炸机编队 将从沈阳魂屯机场起飞 护航的拉十一尖机机 将从凤城机场起飞 两支驾驶不同机型的飞机编队 将在天空中先后汇合 协同完成此次轰炸任务 可以说这是对年轻的中国空军 更大的一次考验 因为第一次处动很顺利 没什么底线的看见 所以我们第二次完全按照 前面那次的这个时间 没想到他呢 已经准备了 我们那个 那么得通了三天嘛 消息都出去了 又是翘落大孤 又是这个哈口号 又是标语 那个车屋那么多 这个东洋空白鱼的 早给你弄走了 根据美国朝鲜战争后 解密的档案显示 此次轰炸行动前 我方机场敲锣打鼓的挂横幅 提前搞了一次庆功活动 没想到这次活动 被美国空军情报人员获制了 于是他们提前做好了部署 美军安排了攻击力超强的 美国远东空军第四大队 来伏击我军的轰炸机群 中国空军对此 一无所知 12月6日下午 轰炸大孝河岛行动如期开始 14点19分30秒 信号弹升空 恐怕是9架土耳轰炸机 从沈阳红屯机场起飞 这次轰炸计划 与第一次相比 最大的不同就是 鸡群编队的队形 第一次轰炸机群采用的是 挺自行编队 而这次 因为目标面积大大的缩小了 为了提高轰炸的命中率 队形改为了中队跟进编队 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改动 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 在空战中 每一个飞机队形 从起飞到完成编队 所需要的时间 是完全不同的 品资型编队 需要7分钟时间 而中队跟进型编队 只需要4分钟时间 此次轰炸行动 致命的失误 就出现在这里 鸡群编队的队形变 但是各类飞机起飞的时间 却没有变 于是轰炸机部队 比原定计划 提前了4分钟 到达集结的空域 就是这4分钟 导致了后面发生的一切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王天宝 是这次行动中 负责掩护轰炸机群的 歼机机飞行员 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 轰炸机机群 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 提前到达了会合点 我一看找找找不找 快到达合点 把它不见 我一看 哎呦 轰炸已经和我们平行了 我发现了 我就不敢 我别这么看 看已经看到就不敢 什么也别看了 就老定的轰炸机 就加上油煤 护航的尖机机拼命地想追上前面的轰炸机群 完成编队 可就在这个时候 埋伏在旁边的美军第四大队 对轰炸机群发起攻击了 在1500米的时候 我看到有火光 有两架飞机的那个火光 突突突突突的 来了 哦 我也想这是发现这是低级 美军的F-86机群直扑过来 开始了第一波攻击 一方驾驶的是三十多架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 另一方驾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用的图二轰炸机 F-86疯狂地轮番攻击图二 图二被打得四处躲避 正在这个时候 驾驶图二的飞行员刘少基 使用轰炸机上唯一的一枚航炮 击落了一架F-86 刘少基由此开创了 用轰炸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历史 就在轰炸机群 与敌机进行空中格斗的同时 担任护航任务的16架 拉11战斗机也正好赶到了 他们与F-86展开了殊死搏斗 拉11战斗机 苏联二战后研制成功的活塞式螺旋桨战斗机 它的最大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74公里 它装载有三门23毫米的机关炮 对于美军的F-86来说 拉11各项性能都不如F-86 唯独它的火力配备比F-86更胜一筹 B 拉11可以说完全是不是一个时代的装备 应该说双方之间是 用现代化讲是存在着代差的 中国空军的拉11与美军的F-86混战在了一起 拉11既要对付F-86的攻击 又要保护我方图二不受伤害 这使得拉11的拼杀显得更加的英勇和悲壮 在机战中 武方一架拉11被打住 飞机在极具最坏的过程中 飞行员张勋叫领航员陈胜泉跳伞 领航员不跳 他想把这唯一的深的希望给飞行员张勋 在这种政治的情况下 飞行员告诉他 你再步步跳 命令你跳 所以这个陈海下流着眼泪 从飞行员爬出来 跳下来 之后飞行员张勋壮烈牺牲 照片上的这位飞行员叫毕武兵 是朝鲜战争中的二级战斗英雄 当时的他驾驶着拉11被敌机打中起火 机身上的火势越来越大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大队长命令他立即跳伞 但是毕武兵却没有回答 他也没跳伞 他驾驶着飞机摇摇晃晃的冲向敌机 他要与敌人同归于尽 最后他的拉11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离敌机的不远处 坠海爆炸 战役结束后 空军司令刘亚楼 听说了毕武兵的英雄壮举 称赞他是空军的董存锐 号召中国空军全体将士向他学习 此次志愿军轰炸编队 虽然遭到美军F86的拦截损失惨重 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队形飞离目标上空 将炸弹全部倾泻在了目标屋上 目标5被摧毁 担任地面进攻任务的陆军士兵们 目睹了发生在大小河岛上空的这场惨烈的空战 说这个地面呢 那就是50军呢 这个志愿亚对我们反映很强 所以空间真了不起 飞机过了火还继续变动 它是真了不起 大受服务的志愿军地面部队 一局攻上大小河岛 全尖了岛上的敌军 一顿36人的庆功晚宴 问何成为了将士们心中 无知不去的伤痛 本节目由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虽然圆满完成了轰炸任务 可是在返航途中 中国空军飞行员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们一直沉默着 直到飞机降落在浪头机场 机场方面给飞行员准备了36个人的碗筷 准备庆功 这是出发前的飞行员人数 可是回来后 只有20副碗筷被人用了 因为还有16个人 将他们的生命 永远地留在了大小河岛的上空 到最后 大概要到9点来钟了 明天是回不来了 后来是我们副团的成绩发 你想那我们先吃吧 我们替他们吃 多年后被解密的美国远东空军史 上面对这次空战 有这样的记载 弹剑拉11奋勇拦截 阻挡了F86对图2的进攻 而中方的图2编队在遭受我军飞机的攻击下 丝毫没有慌乱的迹象 反而队形越打越密 虽然接连有飞机起火坠海 但是依旧保持队形 对于外来的一切似乎触变不惊 沉稳不移 美国人震惊了 美国空军参谋长 范登堡惊叹地说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那么我们的空军 除了拥有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外 是否还掌握了其他什么秘密武器吗 中国空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参战之初 志愿军空军除了遵守毛泽东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外 他们还在与美军的实战中 迅速摸索出了一系列十分有效的空战战术 刘正 当时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员 他在直接指挥志愿军空军对敌作战的时候 琢磨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战术呢 这种战术到底有多厉害呢 看看实战就知道了 1952年2月10日凌晨 美军16架轰炸机在18架F-86战斗机的掩护下 企图轰炸志愿军后方的交通线 志愿军空四师立即起队34架米核15进行拦截 张机会空军一级战斗英雄 当时的他发现敌机后正准备进攻 突然一群F-86从原层中直窜下来 猛扑到张机会的尾部 马上就到敌机的开炮距离了 危急关头张机会命令尧击 注意保持编队 就在他下达命令的同时 猛地做了一个上升动作 张机会从后方咬住了F-86 他迅速开炮射击 瞬间美机屁股冒烟一头扎了下去 此战就是采用的四次止空战术 当天志愿军巡逻部队就发现了 张机会击落的美机残骸 他们在残骸中找到了一枚不锈钢的 飞行员的正章 上面刻着第四航空大队 第334中队 中队长戴维斯少校 这个人在二次大战中 战功赫赫 被誉为美军的空中英雄 人称百战不倦的戴维斯 在志愿军空军第二次轰炸大河岛时 就是他率先攻打的我军的飞机 在朝鲜战争中 戴维斯一共击落了14架中国空军的飞机 可谓是美国空军中的绝对王牌了 现在他被张机会击落了 对美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 但是美国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王海 在朝鲜战争中 共击落机商敌机九架 后被授予抗卫援朝 一级战斗英雄征套 他所率领的一大队 先后参加空战八十多次 击落机商美机二十九架 在朝鲜战争中 英雄的王海大队 成为了中国空军挥养的 毛泽东主席异常高兴 他亲笔在战报上写下了 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志愿军空军 在抗美援朝 两年零八个月的空战 战斗起飞二千四百五七架次 击落敌机三百三十架 击伤九十五架 而志愿军空军 有二百三十一架飞机被击落 一百五十一架飞机被击伤 共有一百一十六名空前人员 将自己宝贵的生命 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的上空 新中国年轻的空军 敢于挑战空中霸王 在战争中学习 在战斗中成长 迅速地起升世界空军强国之领 正如彭德怀司令员 一九五三年九月 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 他雄辩地证明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 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 从美国各地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妇女代表七百五十人 及其他各界人士 在白宫前举行游行示威 要求停止朝鲜战争 即宣布原子弹为飞防 他们代表了美国妻子和母亲们 对血精干涉朝鲜的奋态 他们敦促杜鲁门 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停止战争 停止使用原子弹 而就在此前的两个月 也就是六月十日 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其威 在朝鲜阵地 头顶倾盆大雨 巡视了联合国军队 他说 敌人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根据战地指挥官们提供的数字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 被击毙的敌军人数高的 令我不能接受 战场形势的逆转 让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其威 是志得意满 他积极地准备策划新的攻击 给志愿军更大的打击 然而 他精心炮制的作战计划 却被打了回来 美国国内 不同意他再次发动新的战役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李其威的进攻 是建立在优势军事资源上 到1951年的春天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总兵力 已经达到了60余万 而美国更是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陆军 五分之一的空军 和一半的海军力量 投入到了这场发生在远东的战争中 这也导致美国在1951年的军队开支 高达600亿美元 在当时 这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 每年都必须要负担300美元的额外开支 这个数字 让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感到了压力 他不止一次 在非公开的场合对人说 朝鲜半岛 就是一个泥潭 我必须尽快地从这个泥潭中拔出我的脚来 杜鲁门不想挡了 那么中国方面呢 当时在中国盛行这样一句话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当时一发炮弹的价格 就等于中国中农一年的家当 于是 此时的毛主席心里 也有了停战的想法 1951年5月31日 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 处心积虑地 在联合国总部的一个餐厅里 偶遇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 两个人马上拉起了家常 在交谈的过程中 凯南向马利克传递了美国政府 希望与中朝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的信号 得到这个信号后 马利克马上向斯大林做了汇报 当电报送到斯大林手里的时候 他思考再三 其实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 斯大林是希望朝鲜战争能够拖垮美国的 但是他最后对旁边的人是这样说的 再打下去 估计金日成 每天只能喝稀饭了 我们就得准备更多的粮食 运往朝鲜 嗯 是时候 该停止了 随后 1951年6月23日 马利克在斯大林的授意下 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朝鲜交战双方 应谈判停火与休战 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 很快 毛主席对马利克的建议做出了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 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方针 即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 争取早日结束战争 与此同时 在马利克演讲后的第二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赞同马利克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开始停战谈判的建议 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表示欢迎 大屏上的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和金日成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6月 那一天 他们没有带任何随从 划着小船 在中南海的小湖中泛舟畅谈 不几天 金日成在高岗的陪同下来到了莫斯科 收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在接见中 金日成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斯大林没有太多的表示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你们愿意谈 那就谈一下吧 正当金日成准备离开的时候 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 建议谈判还是以毛泽东为主 1951年6月底 李奇威接到美国政府的命令 要求他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 向中朝方面发出停战求和的信息 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攻势震撼的李奇威愤怒了 他骂道 这都是那帮狗娘养的政客说了算 但是骂归骂 作为一个军人 他必须遵守命令 我必须遵守恢复 我必须遵守恢复 我们下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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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准备 我必须遵守恢备 这个命令 就不成功了 我必须遵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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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会议帐篷是他们提供的 冬天取暖是他们提供的 我们提供什么东西呢 椅子板上是我们提供的 美国人的傲慢 让好不容易开始的谈判充满了火药味 一边是站在台前的领头羊 一边是身处幕后的隐形巨人 他们在谈判桌背后的较量 能否分出高下 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 有精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谈判一开始 美方代表亨利霍制少将就咄咄逼人地说 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根据地形 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 而米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 因此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美方不同意 听到这些话后 中国代表团代表谢方将军当即指出 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 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谢方将军的这个针锋相对的问话 让亨利少将无言以对 谈判 顿时陷入了僵局 最后 在谁先打破僵局的问题上 亨利少将又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 他说 我建议咱们现在丢硬币 各自选择一面 以此确定谁先走下一步 这么严肃的国际政治谈判 居然要用丢硬币来解决问题 这当然是美国人的幽默 但是双方代表依旧僵持着 在1951年8月10日13时30分开始的会议上 当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 批驳对方海空优势补偿论 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 指出对方没有理由拒绝 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是 美方首席代表特纳侨埃中将 竟默然失之 拒不发言 会场上一片寂静 这个人叫柴承文 是当时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联络官 中途他悄悄起身走出会场 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 这个人一言不发 从笔记本上撕下来一张纸条 写下了三个字 坐下去 对方再也无法忍耐 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了 马拉松式的耐心竞赛 终于建了风筝 美方代表首先宣布 修会退席 美方谈判代表 特纳乔埃中将 一回到住所 把公文包一扔 就叫出声来 哎呀 上帝 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 再也不会复活了 这该死的谈判 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中朝代表团赢了这一回合 那么这个帐篷中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他 李克农 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 重要领导人 朝鲜停战中国谈判代表团 党委书记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 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 1931年顾顺章叛变的时候 李克农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 送出情报 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 1951年6月的一天 李克农奉命来到毛泽东的菊香书屋 一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就开门见山的说 我点了你的将 要你去坐镇开城 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 小冠华也去 军队的人也要参加 毛主席亲自点讲 李克农自然义无反顾 1951年7月5日 在政治谈判开始的前五天 李克农来到了朝鲜 而此时 他的对手特纳乔埃将军 正坐在赶往开城的汽车中 特纳乔埃将军 是一个极端机灵的政客 同时也是一个谈判高手 他总是笑意挂在脸上 言辞中却寸突必争 并且在对手的连连逼问下 方寸不乱 用那一双赞蓝色的眼睛 皎洁地看着对手 1952年3月下旬至4月初 谈判双方在现修机场 和中立国提名两个问题上 陷入僵局 会议开到4月11日 特纳乔埃采取了 盗会集体修会的办法 从这天起 特纳乔埃加着文件包 揽扬扬扬的步入帐篷 不等做完便急切宣称 建议修会 并起身退出会场 开始时 他还可以被叫过来 听听中朝代表 对修会的反应 几次以后 尽叫也叫不回来了 特纳乔埃的这个计谋 可让李克农憋了一肚子的气 不过李克农 对付特纳乔埃的方法 也很简单 就是用更大的耐心 跟着拖 于是双方 你来我往 共同寻找 更有利于自己的谈判技巧 斯大林逝世 第三方 进入战俘交换 朝鲜半岛 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 从金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 压根就没想和谈 玩两手政策 一边准备谈判拖时间 一边准备长期作战 用一些小动作破坏和谈 双方打打停停 枪炮声不绝 连谈判中立区 也长成发生炮击事件 一次 李克农乘坐的吉普车 被美国飞机扫射的子弹 打破了轮胎 还有几发子弹 擦着耳边飞过去 幸亏司机 沉着冷静 车子没有扣翻过来 回来后 李克农的马靴上 还有擦过的弹痕 李克农风趣的说 差点敲着辫子 去见马克思了 美国人是打的时候想谈 谈的时候又想打 漫长的痛苦谈判 争洁在于 被明克国军 关押在兵营里的 13万2000名中国 和北朝鲜战俘的命运问题 美国人坚持进行逐个甄别 以达到某些战俘 不会被送回北方的目的 然而中国和北朝鲜方面 却坚持要求 无条件的遣返全部战俘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 有多少北方战俘 死于聚集岛的集中营 因为我们手里 有美方和南韩的俘虏 只有一万多人 而美方在他手里 有我们朝鲜人民军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 有十多万 那么我们说全部遣返 他说不 一对一 交换 我一个换你一个 这样子就顶住了 斯大林在莫斯科逝世 苏联高层提出必须尽快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和金日成商定后 决定在战俘问题上让让步 最终双方达成战俘遣返协定 由第三国托管战俘 并且监督整个遣返过程 同时双方还初步商定 在六月中旬签订最终的停战协定 1953年5月25日上午10时 在海里谈判会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克拉克才把美国最终的停战决定 告诉李承晚 李承晚勃然大怒 他说你们可以撤走所有的联合国部队 撤走所有经济援助 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的合作 这位南朝鲜领导人坚决反对就此停战 同时他还威胁说他将自己单干 这个疯狂的独裁者敢说敢做 1953年6月18日凌晨 还未等到是否遣返全部战俘的谈判开始 他就先期转移了两万五千名 不愿意回北方的北朝鲜战俘 联合国军对此深感恼火 美国中情局甚至已经制定了一个 暗杀李承晚的行动计划 李克农把这些情报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国内 毛泽东随后决定要给李承晚一个教训 他当即指示彭德怀尽快地发动一场战役 再歼灭南朝鲜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1953年7月13日至27日 志愿军发动京城战役 历时15天 志愿军第20兵团迅速突破 京城以南地区韩国军队四个师防守的 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 向南扩展阵地140多平方公里 将战线拉直 京城战役消灭南朝鲜军5.3万余人 取得朝鲜战场上最后一场战役的胜利 这一仗把李承晚是彻底打怕了 要不是李承晚跑得快 志愿军差点就俘虏了他 受到教训之后 美国人也给了李承晚足够的甜头 上窜下跳的李承晚终于同意 不再破坏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 历经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 终于达成协议 停火时间即将到来的那一刻 双方阵地上的夜空 如同节日灿烂的焰火 有些士兵倒在了最后倒计时里 规定的晚十点停火时间一到 在枪炮的轰鸣声中 震颤了三年多的朝鲜大地 突然回归宁静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战争 终于结束了 有一位老战士回忆说 在停战的那一刻 他身边有位排长默默地哭了 他说 我们死不了了 活下来了 在朝鲜战争近三年的战斗中 几十万中国好儿女 永远长眠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换来了难得的和平 让我们向这些英雄们致敬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